水灾 水灾 那个让我们不再关心海底电缆的东西 因为事到如今 所有的电缆都已经在海底里了 我国大水灾已经发生将近一个星期 但是一些重灾区的水位 就和hashtag radyardbanduradyard在推特上热搜的牌位一样 依然没有退下来的意思 但是最近呢 还有一句话也是冲上了推特的热门 那就是hashtag do not donate to government 不要捐款给政府 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呢 原来我国的大水灾已经扬名海外了 甚至是引来了苹果公司的总裁Tim Cook的关注 他就说苹果公司将会协助提供援助 以及参与到灾后重建的工作 没有想到各位 没有想到 我国能够吸引外国企业的 不是我们的投资环境 而是水灾 请大家不要再责怪我国政府 什么振灾不利的 OK 这就是我们吸引外资的策略 Tim Cook的好意 马上就掀起了网络的热议 除了是感谢Tim Cook之外 更多的网民直接留言说 不要捐给政府 因为我国的政府不值得信任 他们贪污腐败烂权等等 他们救灾的表现 就和你新的苹果手机一样 让人失败 没有后面那句是我家的 是的大马政府真的非常令人失望 但更令人失望的是 当国外的企业都想要尽一份力去救灾的时候 我国的天灾管理局 那马在做什么呢 没错 他们在甩锅 我们来看以下的报道 雪州大臣早前就怪罪 当局没有更早委任他出任雪州国安会主席 导致他无法更早的调派军警人员救灾 身为另一个雪州国安会主席的诺奥马 今天则驳斥他的说法 其实现在总共有两名雪州国安会主席 阿米努定掌管的是专门处理天灾管理的委员会 而他本人掌管的则是国家安全事务的委员会 是的诺阿玛表示 诶这个国我不背啊 本来就有两个主席啊 我这个主席是不管谁在事务的不要怪我哈 并宣称是阿米努定自己回家了 然后自己逼不得已 需要去教育阿米努定 但是大家知道 要教育人之前 老师也要经过私讯的 我们来看一下诺奥马被私讯的培育过程 这位阿姨 虽然这个是 common sense没有错 但是马来西亚官员做不好事情 也是我们的 common sense阿阿姨 所以这个 common sense应该比那个 common sense 还要更 common一点 所以你不能够怪他 那我国国安会有两个主席 但是居然连一个水灾都管不好 哇这真的是你知道吗 太熟悉了 就好像我们有两个卫生部副部长 但是依然管不好我们疫情一样 那这些政治人物的脑子里面其实不是进水 而是有水灾而已 无论如何呢 一个星期过去了 这就意味着政客们可以开始进场去救援了 哇非常棒可以救援了 可以去振灾了 毕竟水灾发生的时候 他们order的那些箱子已经印刷好了 你看这个印得多么帅 居然还是有颜色的 你懂吗 还印全彩 果然是人间有温情 为仇云产物的灾民们带来了一些色彩 literally的色彩 看来这个水灾不仅是吸引了外资 还促进我国的印刷业 活动策划业 以及酒店业的蓬勃发展 因为他们上次也办很多的event 而在前些日子 我们也说到Rina Harun 被网民骂说她穿高跟鞋去震灾 结果大家就觉得很不满意 那她后来也发出了自己的解释 她就表示 不能怪我 事发突然 我只来得及换衣服 就跑去灾区了 根本忘记换高跟鞋 哇 各位 听到这里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很有蹊跷对不对 没错 这是业配 不要以为我看不到 为什么高跟鞋会舒服到 要让你忘记换掉它呢 没有错 我们就是有提供这种高跟鞋 马上来进一段业配 时间匆忙 又要劳累奔波 可是又想要美美的 没错 请购买Rina牌同款高跟鞋 现在只需69元 即可帮助你在面对水灾时 高出3厘米 让脚后跟不被咽掉 赶快下山 是的 这是真的业配 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自己 没有业配就乱捏造 不是这样 我们很多业配的干爹 来找我们一下好不好 尤其是新年配套的 OK 除此之外 我国的财政部长扎夫鲁 也来到了灾区 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在这里本台非常敬佩扎夫鲁 毕竟他出生于名门望族 又是一个银行家 但是面对如此严重的水灾 他依然带上大批人马 直奔灾区 根本就没有在害怕的 你懂吗 尤其是没有在害怕凯里会开出的发弹 而且各位 他带了一船人 又是助理 又是摄影师 好像还有保镖 如果真的遇到受困的灾民 请问他是想要怎么救人 网民就说 难道是把船上的其中一个人踢下去吗 怎么可能 当然不是 我猜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 拿一个游泳拳丢过去 让灾民拖住 然后他们把他带回去 也不错 除了财政部长以外 我国的首相当然也不落人后 马上走进灾区 为人民献上来自政府的爱心 没错各位 我刚刚讲的爱心 是literally的手比爱心 OK 韩国欧巴在这个时候不敢比 但是他敢 除了许隆区 鹏州的水灾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根据当今大马的报道 鹏鹏州的文东加勒等重灾区 虽然已经退水 但是灾民们 在进行家园重建工作的时候 却完全等不到州政府的援助 面对家园大量的淤泥和垃圾 州政府的回应是 人手不足 用心无力 于是灾民们必须自费清理淤泥 跟注用垃圾工业箱 这样的惨况也引起了很多网民 不断的去骂政府 但是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吗? 就是日前有多名网民开始爆料说自己抨击政府正在不利的这个推特推文 被马来西亚多媒体委员会举报 并要求推特去撤下 但是推特他拒绝了 而且事后还发一个email来通知该网民 真的是有够怪难 我们来看一下 访民Badboy2662贴出推特的电邮 信函中写道 我们今次通知 推特收到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会检举 指你的推文违反了马来西亚法律 目前我们不处置所举报的内容 被检举的贴文 批评部长丽娜哈伦推荐一马水灾援助基金 另一则被检举的贴文 则是批评诺奥马列明索取1000令吉援助金的条件 当今大马针对此事 要求通讯部长安努亚回应时 他只是简单的回应说荒谬 是的 我真的是非常神奇 怎么可以要求推特审核内容呢 推特上面的内容是百花齐放的 是用户决定一切的平台 绝对不能够删除任何东西 如果你今天删除了这个政治贴文 那明天万一你删除掉上面的色情内容怎么办 我看什么 但是我们也看到通讯部长 后来他就说了一句荒谬 嗯 但是呢 随后啊 透视大马就表示 其实MCMC已经承认 自己确实有要求推特拿掉一些贴文 《八点最日报》也联络上了另外一名被要求删文的网民 贴文呢 就指某一个庇护中心出现排挤外国人的现象 他收到了推特的警告 指MCMC要求他删文 更不想节外生枝 就唯有删除了推文 这名之五百多名追踪者的网民惊讶自己竟然会被MCMC盯上 所以通讯部长说的荒谬 难道是在骂自己旗下部门的下属做的很荒谬吗 搞到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比他们两个还更荒谬 总结上述观点 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马来社群真的骂到很够力 连政府都已经被骂到是受不了的那种等级 一下站出来被迫解释一下呢 要删除你的帖文感觉真的是很害怕 那代表什么呢 代表政府真的是比较看重马来票 你怀疑骂再多有什么用 政府还不是看不懂 什么要我叫马来字幕 不要了 麻烦了 而且我怕死 其实关于水灾我们已经做了三期的报道 我们不希望会有第四期 因为我们希望灾民们可以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 不过从政府的表现来看 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很远 但是我希望大家在离开前可以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分享 然后谨记 无论环境变得再恶劣 无论政府是不是已经抛弃你 无论我们是否失去了很多 请带着你的微笑和希望活下去 就像是这张照片一样 就像是这张照片一样 拜拜